哈囉大家好,我是蕭醫師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來講解一個失眠的問題 事實上當你躺上床之後啊 如果躺超過30分鐘 還沒有辦法睡著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有一點點失眠的小問題了 那當然時間越長之後 你失眠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在中醫的部分呢 我們細分成三種原因 第一種呢,就是屬於工作壓力大的 工作壓力大的人 無法很容易的入睡 然後睡前呢,又會想很多事情 那這一部分的病人呢 我們就會建議呢 他在睡前的時候 可以先熱敷一下肩頸的部分 然後讓自己先放鬆心情 甚至在睡前聽個輕音樂 對,讓自己不要有那麼大的壓力之後 然後再去做睡覺的動作 那第二種類型呢 就是屬於心火比較旺的類型 這一類的人呢 比較容易會有嘴破的問題 然後睡覺很容易就醒過來 阿做事情比較急躁 那這一類的病人呢 我們就會建議他呢 在生活上呢 要放慢腳步 那吃東西呢 盡量以清淡飲食為主 那另外一種病人 就是屬於心氣虛的病人 什麼叫心氣虛的病人 就是偶爾他莫名其妙 從心中會有恐懼的感覺 那睡覺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心悸的問題 那如果睡著了 睡醒之後呢 又會覺得特別累 那這一類的病人呢 我們就會建議他 在睡覺前呢 可以稍微泡泡膠 這樣子呢 就會幫助他 舒緩神經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有恐懼不安的狀況 這樣子就會比較容易入睡 睡眠上面呢 中醫的治療上 幫你做一些針灸的處理 因為針灸處理 其實也會緩和你的情緒 可以幫助你更容易的入眠 第一型壓力大型的 可以利用安眠穴啊 易風穴 這些穴位其實都可以幫助他 比較容易入睡 那剛剛講的第二型的 心火旺型的呢 我們就可以用神門 來幫助他安定神經 這樣子也可以比較容易入睡 第三型剛剛我們講到的 那種心氣虛的 我們就可以利用內觀穴 來做治療 所以其實針灸也是有辦法 可以幫助你去入睡的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就可以請醫師呢 稍微幫你調治一下藥物 或者是說我們在睡前 搭配一下 靈性安省的茶飲 這樣子就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睡眠 所以睡眠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包括我之前在影片中提到過的一些調髮啊 分泌失調的問題 其實都跟睡眠有相關 所以失眠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 只要你有發現自己有失眠的狀況 一定要趕快來和一堂找醫師做調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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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